你要喝水 我剛剛一度以為他的聲音是他哽咽 想說他有什麼好哭的 我剛剛已經以為了 是不是 不是 我剛剛還以為了 我剛剛說 我說我現在破壞了情緒 本來哽咽個屁啊 我以為他第一代哭腔講 對啊 誒 剛剛燈為什麼有變 你喝閃 你喝閃 喔好 燈有變 剛剛燈有變喔 情緒吧 好啊 越過山丘 現在應該有 才發現 吳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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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嗯 嗯 你的手了 嗯 這是你流耶 這是 Yo 現在要講什麼呢 看一下 喔 這應該是 瞎爸爸 歡迎光臨小爸 我是八天的威克老師 我是服務生雅雯老師 要把 哎呦 靠北我忘記了 我笑場 什麼什麼灌進腦袋 就是要把 要把心想法灌進 啊 心想法 完蛋 你接你接 Vaga 就像灌掉一罐 Vaga要難受 等一下我剛剛前面 不要帶著走 你走你還好嗎 我把這個時代戀愛的味道 合成屬於他的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機會嗎 味道 再來一次啦 好廢喔 歡迎光臨小爸 我是威克老師 我是服務生雅雯老師 要把心想法灌進腦袋 就像把一罐Vaga 下掉的男生 考試 我們試圖把這個時代的味道融合成 我們試圖屬於這個時代的問題 融合成屬於他的味道 終於對了 到底適合什麼 都不對 到底 到底有多罪 不對 不對 好了 我們今天要聊一個議題 我覺得 超級有趣的 這個跟時代真的有超級大的 超級大的相關 怎樣相關 就是阿文啊 嘿 你第一次談戀愛什麼時候 正式嗎 高中 什麼就不正式 不是因為不懂 你真的玩玩的就對了 你以前是玩太多的 就海王了是不是 對啊 渣女嗎 沒有 小學就渣了是不是 對啊 交六個 八個 全班都是你的 給我一下柯樹香可以嗎 到底幾個 五個 你說這樣 一二三四 不是啦 不是啊你會有 像我們有聊過 就是國中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戀愛 只是那個人喜歡你 你喜歡他 就是你現在 我最美好的初戀在國中 可是你不會 會嗎 偷愛到現在還會 忘不了他的名字 真的喔 那叫什麼名字 美惠 不知道他是國小 他不知道 好好好 所以我覺得比較有 談戀愛 然後男女朋友的關係 定定下來 應該是高中 不要這麼高 我們就講 你那時候跟 就官宣 跟這個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是什麼 年紀 就真的高 高一吧 然後他是別科的 你清朝人喔 靠北 高一才談戀愛 有曖昧過嗎 曖昧有啊 國中就有 國中就曖昧過 對啊 可是並沒有 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還沒有想 說那個是什麼樣的 怎麼曖昧 怎麼曖昧 對啊 曖昧就是會買個東西 靠北沒有 哈哈哈哈 我沒有 我是一個斯文人 我是斯文人 什麼 我那時候已經 喇到那個 在胃裡 喂 跟一梯一樣 你是穿胃鏡 我是異形 哈哈 好不舒服喔 但有啊 曖昧一定有啊 就是我的年代 國小 國中不是都會有那種小 寫情書 哦 不會嗎 超多 這就算了啊 還要寫注音 哈哈哈哈 沒有 但如果這樣有 國小就有情書啊 然後他們什麼幾班 送到幾班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還不太知道 那個什麼是戀愛 就只覺得說 男生為什麼一直要 鬧你 就是他可能出去 會就是可能揍 拍你一下 或者拉一下 你頭髮之類的 國小 你是換一拳 你說 拋一拳 我愛你喔 沒有啦 對啊 但是如果 就要國 有啦 如果曖昧的話 就國中也有啊 以前那年代很文青啊 都寫歌詞給你啊 然後以前 還有什麼筆友啊 之類的啊 沒有 這沒有 這沒有 只有你的年代 才有 沒有 I'm sorry 我的年代 哈哈哈哈 先切割一下 其實我 我自己這樣講啊 就是我是一個 比較活潑外向的小男生 活潑外向還是皮蛋 活潑外向好色的小男生 那時候還沒有到好色 屁 毛都沒長好 音樂老師啊 音樂老師就是高中 愛你喔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們對女同學 國小的時候 我小時候她 我是在那個叫什麼 森林小學啦 類似那種農村的小學 我們那個國小 一班只有19個人 然後我一年級只有一個班 然後我全校加起來 加學校養的那條狗 才111個人 真訣 所以我從一到六年級 都是同一批人 因為換不了班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日久生情 或者是那些概念 我們都很喜歡 同學 我只能講說 我們很珍惜那個 我不確定那是友情還是愛情 但是我對那個女同學 如果我特別有 有想法 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跟她在一起玩 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 要玩什麼 然後我的選擇 就會是去拉她頭髮 那她給削啊 等一下寫 你當本領喔 因為我拉她頭髮就來追我了 對啊 但不是你們小學沒碰過 因為我剛剛講就類似這狀況 其實她也知道 我跟她的好感 所以你被拉 你有沒有被拉過 有啊 就是她會還拿東西 我記得好像拿刷子 還要這樣弄你一下 橡皮筋彈你 然後你就會去追她嘛 然後其實你也知道她 就是哈哈哈哈 對其實你也是快樂的 又來了 哈哈哈哈 我們從國小就在玩原外跟丫鬟 來追我 沒有好不好 搞錯了 那時候怎麼是老爺在跑啊 哈哈哈哈 我們那時候喜歡的就是這樣子 去欺負 那個我喜歡的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就相對跟我互動 那就這麼存在 就純愛啦 那時候 然後畢業的時候就 寫畢業間的側 就是寫畢業間的勿忘我 有欸 你們都有吧 有沒有勿忘我 百事可樂吧 一帆風盛 也有也有 也有也有 你們的年代沒了吧 他們有 我六年級寫最多的字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我在練字 只練自己的名字要去簽 然後就勿忘我啊 等一下 有人跟你簽嗎 19本 我就只有19本 他的同學 嚴格來講 那時候我們就19個人嘛 所以我們到現在其實 感情也蠻好的 那時候的愛 就很像是 我喜歡你 對 真的是很純淨的 就是我喜歡你這個人 其實 范子到那時候 男生女生都一樣喔 就是我就喜歡跟你在一起 我也沒有要跟你做什麼 我想跟你一起畫畫 我想跟你一起上課 我想要讓你追著我跑 我想要追著你跑 好 就這樣 然後到了國中以後 就有比較大的質變 男生就這時候就開始 就有了荷爾蒙的產生 有喔 其實男生在 國中以後 身體的變化 我們就對 就開始很澀 我那個年代 連A片都還是光碟的 我那個年代也是 光滑 你是錄影帶吧 沒有啦 我是有那麼老喔 哈哈哈哈 氣死了 氣到爆出口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有多蠢嗎 那時候我們就買那個CDA片喔 那倒版的正版還買不起 不是去光滑什麼買 就是光滑商場 對啊 我記得以前 光滑商場二樓 我們還去買 然後他還給我們一個冊子 然後那個冊子裡面就是 寫到那些什麼 黑木桶你們有看過嗎 黑木桶現在可能做阿嬤啦 但是好像過世了這樣子 然後泛島愛 那時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 最紅的AV女優 然後我們就翻 哇Fuck 泛島愛 然後我們就買了 他那個十卷還送一卷 然後我們還擠一支 買十卷回去 那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電腦 還要偶爾就塞到 某一個人的家裡 才可以有光碟機去讀 真的喔 那光碟機讀出來會LAG 好 關鍵的時候停下來 最賭藍的是什麼 又要賭藍一下囉 最賭藍的是黑木桶 播出來怎麼是鍾心靈 光滑二樓那個老闆的詐騙 黑木桶 媽的 那個出來的光碟都跟那個畫面 你說黑木桶沒有黑木耳的概念嗎 你要講好啊 黑木耳 蠻OK的 這個氣泡杯底 這個整個 好對不起 真的很像黑木耳薄薄 不要亂講話 我真的很抱歉 看那個畫面 我們看那個素人系列的有沒有 那個畫面 18歲高中生 播出來58歲 還在讀高中是怎麼回事 他有 他一直沒有畢業延避 那要寫清楚啊 那就進修部 因為盜版還不能告那個老闆 進修部 氣死我了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老闆是隨機發片的 你知道補校的概念嗎 懂 反正那時候看我這麼嚇歪了 大概10天沒有看A片 那太震撼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情竇除開 從國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有性的想像 所以我們就會 對女生 所以你對著女同學 就會一直有說 我想像你是 黑木耳 黑木耳 我們那時候不會是這樣子的想像 就是 我們以前可能拉你頭髮 讓你去追我 這時候可能就會偷偷想要卡油你一下 你就偷牽個手 偷摸個手啦 偷看你的裙子啦 或者是偷拉你內衣的肩帶啦 有被拉過嗎 有被拉過嗎 沒有 我是男生你忘了嗎 喔 也對 那時候我們還有 我有拉別人的 那時候我們還研發那個交叉拉法 嗯 X 站緊 哈哈 他還怎麼 太赤裸了不鮮硬 那交叉 不要亂交 氣死我 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懂 這其實是很嚴重的性騷擾 我要在這邊公開的跟我國中同學道歉 I'm sorry 但我那時候拉最多的是我的老婆 還要吧 哈哈 我們那時候就對著性有特別的想像 嗯 所以在國中階段的那時候的愛情就跟國小不太一樣 對啊 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 我們那個年代就有上那個建教課 健康教育 但是我們健康教育那是一個女老師來上 然後就是這樣 她教你什麼 喔 翻開來超快的 我們翻到第八頁 這是女生的器官有沒有 好 我們翻第九頁了 你娘咧 然後結果 認真 認真啊 可是我也對這堂課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 我們老師教的超厚的 真的喔 我們老師教超快的啦 然後她沒有仔細看台下 沒有仔細看台下 男同學都留在第八頁 對啊 都沒在聽了 男同學都留在第八頁 這是 我真的沒印象耶 這門課 對 然後她就會開始解釋生命的來源 但是用生命的來源跟我們講 我們看到的是那個黑木耳的畫面 所以她就直接掠過了性愛的歡愉 我想請問她會給影片看嗎 沒有 我們影片看到的都沒有 都是圖解 她會有動作片嗎 沒有 沒有 那個圖解全部都是器官而已 就是音囊 睪丸 音金長怎麼樣 是真實的還是畫的 沒有 解剖圖喔 醫學看的那一種 誰會有遐想 就沒有遐想 她也不希望你有遐想 對 她也不希望 你要我看著解剖圖說 喔 這是你的老二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 我告訴你這樣子的教育 反而讓我更好奇 對 那時候是真的超好奇的 所以就去偷看那個建造老師的內褲 我自首 所以她那時候 並沒有很完整的教育了我們 有關於性的東西 其實也隐隐會也會 可是那時候我們已經 我那個年代剛好是2000 千禧年 千禧年啊 那時候就是網路已經從播接 正式要開始慢慢跨到 那個寬品 欸 我必須說 因為年代久遠 我真的記不得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看黑片 我的年紀也撥接不回去 對 那時候不管 認真講 我們一起去偷看黑片的時候 男女都有 女生也好奇 男生也好奇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看 所以我們對彼此的身體跟這件事情 做愛這件事情 有了很大的想像空間 到底是 當下不尷尬嗎 其實沒有 就是 我 交论文 對 我 就長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各自回去的時候 再靠想像去處理 所以大家的論文都寫了一堆 喔 喔 那個進去的時候 喔 呵呵 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子在處理性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 我認真講就是 性教育 我沒幾歲喔 但是我覺得沒有很完善 那我現在有去看了 我現在有去了解了 國中 甚至高中 有關於這一類的教育 很完整了 很完整 很完整 所以 我覺得是好事 講真的啦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可能啊 有一些學校還是有一些老師 咔 避暑 所以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的完整 可是他應該找一個比較願意 或講的是活潑的人 給學生這樣的知識啊 甚至是請專家 對對對 請專家進入校園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方法 對啊 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已經對異性 產生了非常大的遐想 跟想像 甚至其實 我已經從拉辫子這件事情 到我真實的 拉肩帶 嗯 真實的喜歡上了某一些女生 是 我真的認知了我喜歡的東西了 那時候我樣態啊 還是個性什麼的 嗯 我這時候已經情竇出開了 那這時候你會不會談戀愛 會啊 會的 那我看到了最近有幾篇言論出現了 我們很多的國中 高中 都是禁止學生 不能在學校談戀愛的 是校規規定 他的原因是什麼 我先不論定 因為每個學校可能他的論點 都不太確定 那他只是現在目前在校規裡面講說 禁止學生談戀愛 然後校規不能以 感情關係曖昧等 籠統的規定 來處罰學生哦 這個是教育部規定的哦 可是校規居然很抵觸的說 禁止學生談戀愛 那我不確定談戀愛會不會被處罰啦 我那個年代 是他媽的會被處罰的 欸 那我們學校很好 我沒有欸 我那 處罰是怎麼處罰 我那時候哦 因為 那時候我正在追求我的老婆 我也直白講 我跟我老婆是國中同學嘛 那我試著追求她 那時候 試著追求很多人啊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我講的 對對對 但都碰壁了 長太醜 然後 那時候就是他心情不好 然後他就只是靠在我的肩膀上 然後 跟我訴說著 他跟他現在男朋友的關係 废談 很難過 其實我心裡也很難過 工具人 對那時候就是默默的守護 他知道你喜歡他嗎 那時候還不知道 就是我就默默的就是覺得 好帥哦 好帥哦 被我們的班導師看到了 看到了 然後那時候呢 他就直接打電話給雙方家長 然後就直接 他手很美 馬上打就說 那個女同學 會影響我的課業 你成績不是 超爛 你懂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成績超爛 所以他怕影響你變態好 對 然後但是他為了跟家長 討好那個關係 然後他就說 那個女同學會影響你 然後再來也打給 那個女同學的家長 然後也說這個男同學 跟你女同學在一起 跟女女兒在一起 也會影響你的課業什麼的 那就以此為由 要我們彼此託注意 那如果真的繼續談下去 他會怎樣 OK 那時候我媽就回應了 就是說 那就是 就請老師處理 把我們分開 OK 我媽的選擇是這樣 然後結果我老婆的媽媽 就現在我的岳母選擇是說 正常啊 我女兒那麼正 很多人追吧 很好啊 很正向 這才是 就是這樣子嘛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被老師嚴加看管 就是好像是一個死變態這樣子 一直要跟進 不能靠近那個 對 就是只要 只要怎麼樣就會被敬Aileen這樣子 就一定要離開離開 那時候我就有產生了很大的 反抗 反抗 真的是反抗 因為我不覺得我在做任何 違背我自己 或者是違背善良風俗的事情 我的愛情跟我喜歡這個女生 我就沒辦法控制嘛 我就沒辦法控制嘛 校規有處罰你嗎 那時候她一開始威脅我媽說要寄一個小過還是警告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還被就是 可能有把這個訊息公布在家長會裡面 就是我們幫那個家長社群啊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討論說我可能想要追求異性啊 或者是其他男性有在追求 公開的講這件事喔 對的 他們有去討論 然後有一些男同學啊 就跟我一起嘛 那時候我們偷買A片這件事情 然後就被公布出來 然後我們就變社會的毒瘤 好 嗯哼 那時候的老師是這樣處理的 影響蠻大 所以我這邊又看到了現在這樣子 已經什麼年代了 我那個時候是19不知道幾年 我在讀高國中 現在已經2023年了 嗯 還有學校 在校規裡面訂定是禁止學生談戀愛的 然後教育部還多次發函要求學校 如果校規裡面有明定敬愛令的話 必須修正 而且還要報教育部或是縣市政府被查 那即便啊 校規修正成不能敬愛了 你覺得學校現在還可以談戀愛嗎 為什麼不行 我告訴你 下面的留言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一大堆學校的名字都出來了 明文規定不能敬愛令 其實私底下每一個老師跟每一個管理 我高中的還是在敬愛 是他們是升學學校為主嗎 沒有欸 都有 公司力 都有欸 看節目的同學們 教育部已經明文規定了 不能發布敬愛令 所以如果你們的學校 現在還是禁止你們談戀愛的 那它就是明顯違法 所以不要害怕追求你的愛情 嗯 就是敬得了嗎 敬不了吧 我自己都在高中談戀愛了 越敬越嚴吧 癢 癢嗎 聽我說是心裡癢 心裡癢癢的 手癢想牽手 手手啦 我們自己情鬥初開的年紀也就國中嘛 對啊 因為那時候才比較多的課程接觸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同學 他們都約一群在籃球場看男同學打籃球 之類的吧 對啊 那時候就已經 看男生 那時候真的看打球 就真的看打球而已 看他的皮膚紅線 哈哈哈哈 我看到 沒有對準 沒有對準 我念的是園藝科 可能看到現場有沒有種菜之類的吧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了解了為什麼每個男生 下課第一次一定要搶籃球場 我記得那時候真的一群 因為我們教室在二樓 因為妹子在看 然後真的直接看得到他們在打籃球 超級帥 真的 因為打籃球通常都高啊 為什麼永遠投完籃球 手一定要定在半空中 你說一定要這樣子嗎 什麼意思 嗯 帥啊 就是要耍帥 一定就是 我們搶籃球場 其實真的不是為了打籃球 那時候我們還講好 這一球要給你上籃 哈哈 上下去以後流川風波頭髮 哈哈 你才沒流川風波頭髮 我是一幕花道嗎 不行嗎 比較ㄎㄧㄧㄧㄥ那一個 哈哈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情鬥初開了啊 所以你現在發佈這個敬愛令 真的是覺得 我個人認為 在2023年已經不合十一了啦 我覺得越敬小朋友越 還是小朋友根本不帥啊 那為什麼學校一定要一直 就算已經 教育部發函了 他會不會是因為就是覺得 我不知道啊 你敬的有什麼意義 我今天轉身出校門 還不是一樣 我想要先問一下學校 你是敬愛還是敬愛愛 他应该想透过敬爱来 减少爱爱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 那个爱爱观念很好啊 他们也不想要生小孩啊 我就说网路资讯很发达 他们其实从网路学到很多 那我们以国中的年纪来切 请问合法性交在台湾是几岁 再来回 再来回是几年纪 高一吧 高一高二嘛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 我们不应该敬的是爱 是敬的是爱爱嘛 所以我们应该在国中的时候 大量的灌输 这一件事情是违法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禁止你 在合理的规矩下谈恋爱啊 因为人家没有说谈恋爱 一定要上床打炮之类的 师弟 师保你太出鲁了 对不起 没有要 算了我回不来了 但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们会想那么深入吗 因为我觉得国高中谈恋爱 其实真的很像poppy love 就是很纯粹的 而且如果那时候把你跟你女朋友分开 你会怎么样 你会就不爱了吗 他可能住他家楼下吧 不会 那时候只要 他课余的时间会还是尽全力的就是追求他吗 对啊 那时候的追求也没有 因为那时候他也还有男朋友嘛 男朋友 所以我只能就是守护他到男朋友的家就离开 天哪 天哪好sad哦 学校敬爱力 你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我当然反对啊 我高中都谈恋爱了我 那所以站在家长的立场 你也是支持的吗 我支持他 我每天问我女儿说 你有男朋友吗 他说没有啊 现在没人喜欢我 他小三 但是很不好意思 学校那边有大量的家长就是禁止学生谈恋爱的 我刚才在问说他是升学的学校吗 因为他们会不会是想要 真的 我知道有一群家长 这样很攻击性 就是我知道有 当然有部分的家长 他们会希望孩子的 书念的好 他未来的求职的路会比较顺遂 那像我就是属于两光的妈妈 我就觉得说反正他开心念书 开心过生活 日子是他的 大量家长有分性别吗 其实这一部分大部分是妈妈 因为爸爸管的不多 因为爸爸在赚钱 男生的爸爸 男同学的爸爸 反而是支持的哦 不是是爸爸比较会担心女儿谈恋爱 会什么的 可是你当初年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你 你回到你的 不是你回到你的年纪 像他刚刚问我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谈恋爱的 阿布也是国高中的时候 对啊 你为什么要限制你的孩子 国高中不能谈恋爱 我在想说可能不全然是成绩吧 但我不知道他要限制什么 我觉得我到现在会听到我同学的小 就对小孩说 你不要结婚没关系 我也OK啊 对就是养你一辈子 我们要养他一辈子 他要养我一辈子 我觉得刚刚他的直接就论述上面 就真的很代表这个时代的家长 其实在这一个校规里面 我个人认为 以我跟他的角度为例 我们也是支持的啊 那校方真的是为了家长的声音吗 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 那有没有守旧派的家长 有的 一定有的 他们的认知就是说 谈恋爱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的课业 或是未来的发展 而且甚至可能到了 刚刚讲的爱爱的那一趴 他们不想要孩子提前了 会吗 会哦 他要先 他属于保守派嘛 我先禁止了恋爱 那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件事 在禁止之后 他就成绩会变好吗 在 至少我只不会变好 至少他把一个变数去掉了 至少他把一个变数去掉了 就是我个人认知 如果你是敬爱爱的 那我们就正式的告诉他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跟你该该背负的责任 我们去往这个方向前进 而不是敬爱 那如果你要敬爱的 我觉得一定禁不住 所以在各校里面 我这边直接建议你们 教育部也告诉你了 如果你们在违法使用敬爱令的话 我们会 他会啦 直接要求你去修正 所以所有的学生们 谈恋爱的时候要记得 你的年纪跟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学生 家长有他这样的极态 你怎么样可以谈一个健康的恋爱 所以我建宗的跟北女谈恋爱不可以 他就像 现在感觉上就在恋韩团 有没有都要下敬爱令 可是因为我想说敬爱令 对啊 这时候应该是 一段好的爱情 是会让你越来越好 你是学生的状况下 这个如果男同学跟你谈完恋爱以后 一直叫你不要读书 叫你用大量的时间去浪费 竟然有这样的小孩 有 你为什么只在意读书 你都没有想要陪我吗 你家里都没有空陪我 那有一大堆的金虫冲浪 脑的这些男同学 试图的把你拉去做爱爱 那这种的就是渣男 这种的我们就应该要跟他分开 绝对有 包含我自己 那个时候我们的 分不开 我们的荷尔蒙控制了我们的脑 OK 好不好 小偷管大头 所以我们禁止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彼此都会变好的状况下 我们来谈恋爱 那我们就应该要支持啊 如果是 我有女儿哦 我的女儿在国中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男同学 他们可以一起读书 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功课变好 一起去玩某个社团 打篮球 溜冰 骑脚踏车 都是正向的发展 然后他们交往 我会禁止吗 你要禁止吗 我不会禁止啊 他越在一起 他越好哦 对啊 当然如果他们在一起 没有要赌书呢 那这样子就要该禁止 这不是禁止爱 是禁止你们做错事 你们忘了自己的本分 爱这件事情 不一定就一定要忘记自己的本分啊 我觉得会影响 成绩的应该层面很多吧 包括电动 或者有的没有 他跟 我还是觉得敬爱实在太严重 因为就是手中害的家长 他就会把所有的因素群都禁止 禁电动 禁电视 禁电 是的 就直升机吗 所以我跟你讲 敬爱 不等号 它会变好 对啊 如果我们拉他谈恋爱 也不等号会变差 对 是你有没有完全掌握你的孩子 你有没有完全的 就不知道他的个性跟状况 像我有个 就是一个亲戚 他小孩 前两年考上高一啊 是不是高雄医学院 一个女生 他高中他爸爸就同意他谈恋爱了 我看到他爸还问他说 那你会不会舍不得你女儿谈恋爱 他就不讲话了 爸爸都这样啊 舍不得是舍不得 但是这一定会发生啊 对啊 他是考得很好 我说他女生还是考得很好 他考上高雄医学院啊 是的 所以我们提倡的是正式 而且合乎该时候的恋爱 不是那个会让你 draw往下挡的那个恋爱 那个不是恋爱 对 所以如果你名文禁止 那他什么 偷谈嘛 那偷谈以后 你会知道对象吗 妈妈 他不愿意跟你讲对象 你怎么知道他对象是好 我先尻他两拳 怎么给我知道 对嘛 所以我们这时候不是敬爱啊 我们是敬爱爱吧 那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谈恋爱你们可以接受吗 什么意思叫上课谈恋爱 就是情侣啊 就是牵着手上课啊 我跟你讲 牵着手上课 他不要坐在大腿上课 我还可以接受 没有没有 高中很容易坐在大腿耶 上课的时候你是上课 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子不尊重上课参与的 有其他同学也会影响到吧 有其他老师也会影响到吧 那你要牵手什么时候 下课你去牵嘛 你抱嘛 你是说捷运站上吗 对啊 我看到了 我说认真的哦 在公园啊 在捷运那种纯纯的 我看了都会让那个帽泡泡 他身边都有爱心在飞 我好久没有这感觉了 我爱你哦 没有想知道 爱你哦 老婆爱你哦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看了就觉得不错啊 情窦出开咯 他真的求生意志很情绪 对啊 但是你在上课的时候 牵手进去 在那边你浓我浓 这就欠骂啦 大学生也会分享说 他们高中的时候 就情侣都会躺在 躺在电脑教室后面啊 那你为什么要躺在电脑教室后面上课 因为电脑教室不能穿鞋啊 电脑教室的椅子很难做 所以他们躺在后面 那教官都来抓 就问说你们是不是情侣 然后是情侣就要叫他们起来 没有这件事情就是 这就是错的 这就是错的 对 这样子的爱情就是错的 对啊 叫你去做坏事一起躺在 上课的时候躺在后面 那妈的就是错的嘛 那同学也会气死嘛 那如果我是爸爸 我会不会禁止你跟他交往 会 可是我不是禁止你谈恋爱 可是男同学可能很难起身啊 男同学可能很难起身啊 OK 就压下去 压下去 压下去 不然你就经济独立 这样子看不出来吧 应该经济独立应该OK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鼓励正视 而且是健康的恋爱 但不是明文禁止谈恋爱 而且教育部也都明文规范的是不行的 所以各位学校或者是各位老师们 放宽你们的心胸 教育他们正式的恋爱观念吧 家长们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赞成谈恋爱 我赞成谈恋爱 Oh shit 就这么简单吗 对啊 国中就可以了 其实他只要跟我讲我都 我真的OK 我希望是他可以跟我讲所有事情 包含他对象或干嘛 我们家目前的状况都是可以聊的啦 但我觉得我情愿他让我知道 我不要担心 甚至他是跟那个男生出去 然后你们约定好几点回来 我都OK 男生女生都是啦 像我另外一个同学的小孩 也是才刚升大学 就是他之前都在读高中 他女儿就是胖胖的女生 那我问他说 女儿不会担心 一样都问题嘛 就问爸爸说 你会不会很担心女儿谈恋爱 他说 我都应该看得出来 他有谈恋爱嘛 然后他说 就是也不会问 他是个男生 然后他说 但是就是 知道他前一阵整不开心 失恋了 然后就说 他说我就在家里陪他 但他会说吗 不会问 其实他家长还是偏保守 然后就说 让他想开就好了 然后很怕我遇到女儿 就问了 他叫我不准问 我个性就是会问 因为我就是那种 乳小小的家长 我就是说 你跟我说 有没有人追你 有没有 你有没有喜欢谁 有没有 跟我讲 对啊 就忍不住嘛 我女儿现在也才五岁 但是我那时候 问他说 你有没有喜欢的男同学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 就是哪一个同学 然后我心里就咻了一下 然后 咻了一下 是不是 好哦 那他怎么样 然后他说 他长得像爸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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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到咯 不可以 可是大部分小孩都这样 对啦 就是我觉得小朋友 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个角度啦 你不要太多了 而且那都是崇拜父母的啦 都会选一个很像父母的 所以如果你行得振作的职 你跟你的孩子 是可以很好沟通的 那你自己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你不要害怕 因为他也会喜欢上 你这么正直的样子 对啊 所以他找到的对象 也会是你的样子 真的后到吗 应该吧 希望你后来后到哦 交证费很贵 我们觉得各个高职 或是国中 或是各个年龄层 敬爱令这件事情 是明确违法 而且我们两个也支持 我们各位 我支持谈恋爱哦 对啊 大学要谈恋爱 高中要谈恋爱 大学你们要撞到哪里去 我不管哦 我不管哦 但是16岁以下 要记得我们台湾法律 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守法 爱情等得到你16岁的 那时候你等到的东西 会很值得 好不好 不要在违法的时候 做违法的事 对 等到的就是你的 是 OK 那勇敢谈恋爱 教育部支持你 教育部支持你哦 教育部背书 合法的 教育部支持你哦 认证 好 这一集到这边 拜 教育部支持你哦